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来到信息的第十一篇 篇题说到在父的家里 活在那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 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我们还继续留在约翰福音书里 在这一次的特会 从第七篇到这一篇 我们都是看约翰福音 而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的第一到第六篇 就是我们曾经已经进入过的 在那里让我们看见 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到了第七篇、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篇 都说到约翰福音 这也是约翰福音的总结 约翰福音 在他的纲目当中有两个大典 第一大典说到第一到第十三章 永远地化成为肉体 来将神带进人里面 第十四到第二十一章 乃是第二大典 说到耶稣被定基督复活 去预备道路将人带进神里面 并成为约翰福音 来居住 生活在信徒里面 为着建造神的居所 所以前十三章 说到神进到人里面 十四到二十一章 说到他经过死与复活 将人带进神里面 为着建造神的居所 这就是这两个大典 生命的内住 为着建造神的居所 甚至说到第十四至第十六章 然后三一神的分次 为着产生住处 这与这一篇信息有关 就是耶稣经死而去 基督在复活里来 将信徒带进父里面 再来到第十四章之前 我们要去看第十三章 因为十四章一节 说到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 你们当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 我们的心被什么受搅扰呢 我们要去看第十三章 在三十三节 孩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与你们同在 接下来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门徒们就很疑惑 什么是他要与我们同在 接下来他要去 他所去的地方 我们不能到 然后三十六节 主啊你往哪里去 门徒就问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门徒们明白吗 然后接下来 门徒就问 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门徒甚至说 我愿意为你舍命 为要现在跟你去 门徒们不明白 他们就受搅扰 所以一节说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 你们当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 所以就带进第一大点 约翰十四章的中心思想 就是我们必须信入神 因而进到神里面 所以相信神是客观的 信入神是主观的 乃是主观的信 将我们带进神里面 这就是信入神 借着信入主 我们进入他里面 与他成为一 得享他 并有份于他 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叫一切信入他的 都得永远的生命 我们所信的 乃是要信入他 信不是我们 乃是我们信他 所以这信 就使我们与他成为一 得享他 并有份于他 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 所以这就是信 借着信入基督 我们与他有生计的连结 并且我们全人静默 在他里面 十二者在生计上 成为一 所以 主 对门徒们说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 你们后来要跟我去 我所去的地方 乃是要你们 借着信 你们当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 所以这里说到 约安福音十五章 第四第五节 那里说到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只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子 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你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 这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信 使我们与他成为一 若是我们没有他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要信入他 所以在约安福音十四章的 中心思想 就是我们必须信入神 在第一大点 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点 接下来第二大点 是让我们看见 约安福音十四章的内容 在第二点说到 父的家乃是三一神 借着成为肉体 定十字架复活 将他自己做到信徒里面 为要完全与他们调和 而把他们建造成为一个生机体 做他的居所和彰显 在这里乃是引用 约安福音十四章二节三节 及二十三节 我想将这些经节读给大家听 然后并引到第二大点的九个终点 在第二节说到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然后接下来就说到 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就是第三节 第二节说到 在我父的家里 第三节说到 去预备地方 第二十三节很重要 说到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同他安排住处 在二十三节很重要 说到同他安排住处 就是父子 乃是同他安排住处 所以就让我们看见 在第二大点当中的九个终点 让我们看见 第一到第四说到 父的家 及他的意义 第五到第六 说到预备地方 主的预备 他如何预备呢 就是他要进入死与复活 就是他在约翰十三章 所说门徒们所不理解的 所以主要让他们相信 在第七终点 就说到 同他安排住处 就是建造一个生机体 乃是借着调和在一起 最后 第九 就说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神成为肉丽的阶段 基督与他信徒一同复活 建造成为照会的阶段 以及终极完成阶段 就是新耶路撒冷 现在我们来进入 第一终点 说到我父的家 照着人的观念 父的家 有许多住处 我们觉得就是在三层天上 那是神的住处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需要去到天上 但这里说到 我父的家 约翰二章十六节 是指神在地上的居所 就是殿 殿乃是耶稣圣地的预表 或象征 这身体在复活里 以扩大为基督的身体 基督身体的殿 就是神的居所 所以这让我们看见 不是照着我们天人的观念 这里说到父的家 乃是在地上 是神的居所 就是殿 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在第二终点 说到在十四章二节 我父的家 乃是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照会 做成的家 照会 乃是由基督的死与复活 产生的 基督的身体 就扩大成为团体的身体 这就是借着死与复活 这就是神的家 在以扩所一章二十二十三节 说到信徒被建造在一起 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基督就是身体 一章二十三节 说到照会是他的身体 在以扩所二章二十一 二十二节 我们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不是在天上 乃是在我们的灵里 然后再提前三章十五节 知道照会就是活神的家 我们所在的照会 就是活神的家 就是父的家 所以让我们看见 父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照会 父的家 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就是殿基督的身体 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 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我们为着父的家 感谢神 父的家 乃是神圣且属人的合并 就是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与他的选民所构成的 所以父的家 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与他所救出的选民 经过重生 病心变化 调和合并 这就是父的家 在第四 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有许多住处是什么 许多住处乃是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 这身体就是神的垫 在罗马十二章五节 说到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 也是如此 在灵前三章十六节 十七节 说到你们是神的垫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我们是神的垫 我们是身体 也是肢体 这许多住处 就是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 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 都是神的建造 父的家里的住处 这建造就是基督的身体 在灵前十二章二十七节 那也说到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做肢体 让我们看见 虽然我们有许多人 但我们是一个身体 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父的家有许多的住处 这许多住室 就是基督生理的许多肢体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点 就是在十四章三节所说 主去预备地方 主说我去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主去预备地方 就是完成 救赎 记得死与复活 为我们开路 并做出立场 这很重要 去为我们预备住处 就是他要完成救赎 为我们开路 并使我们有立场 能够进入神里面 这就是使我们 能够进入神里面的路 主耶稣铺好了路 并预备了地方 好把我们带进神里面 那是借着死与复活 主耶稣铺好 主所为我们铺好了路 他就需要经过死与复活 借着死与复活 主耶稣就对付了 罪性 二罪行 三世界 世界的王 接下来就是肉体 及旧人 甚至死亡 神将这一切都对付了 并在他的复活里 他在神面前 为我们做了立场 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他就将我们 立刻带进神里面 他复活之后 就立刻将我们 带进神里面 这是我们的立场 就立刻我们 信入他 我们就进到神里面 这就是他的预备 这就是神所为我们 预备的路 以及立场 所以我们信入神 我们呼求主民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我们就与他 同死同活 我们就立刻 进到神里面 这就是神为我们 预备的路 使我们可以 进到神的家 父的家 在神里面的立场 扩大之后 就成为在基督 身体的立场 神给我们 看了路 叫我们进到神里面 我们就能够 直接进到神里面 当我们信入 他的名 我们就在他里面 有了立场 哈利路亚 我们有立场 在神的面前 我们跟身边的人说 哈利路亚 我们在神面前 有立场了 现在我们在神面前 都有立场了 事实上 像我们这样的人 没有办法 进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是罪人 有罪性罪行 我们还落在 这世界的挟子之下 撒旦肉体 及救人 使我们没有办法 来救进神 但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当我们信之后 接受他的名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我们就在他面前 有了立场 凡在神里面 没有立场 没有地方的 他在基督的身体 就是夫的家 神的居所里 也没有立场 说到我们这些 在基督的信徒 都在神里 并在基督身体里 有地方 现今 我们都该活在那 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 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感谢赞美神 今天我们在神里面 有地方 我们每一位 都有地方 我们在神里面 都有一处地方 我们跟身边的人说 赞美神 我们在神里面 有地方 哈利路亚 千利用姊妹们 我们在神里面 有地方 接下来 第六终点 说到主的来 把神带到人里面 为要将神 建造到人里面 并将人 建造到神里面 第六终点 主的来 把神带到人里面 他的去 把人带到神里面 借着这样的来和去 他将神 建造到人里面 并将人 建造到神里面 借此建造神的家 这就是建造 这就是主说 我们要同他 安排住处 然后第七终点 说到 平着那林 并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借着调和 建造一个生机体 第七终点 说到 神的儿子 祖耶稣基督 凭着那林 并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正在建造一个生机体 照会 救世他的身体和父的家 是由三一神 与他们 检选并救赎 自然调和 而产生的 我们 就是他所 检选并救赎的人 当我们 接受那林 并经过死与复活之后 我们就 正在被建造 成为一个生机体 这就是 同他安排住处 我们要成为 教会 成为身体 成为父的家 乃是由 我们与三一神 调和而产生的 第八终点 父的家 乃是 借着父和子 同着那林 不断 眷离门救赎的 选民 而得以建造起来 借着父和子 同着那林 不断 眷离门救赎的 选民 而得以建造起来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 这真的很好 我们需要 阿们 神他 眷离我们 乃是不断地 眷离我们 如何来眷离呢 在这信息 说到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让我们 很喜乐 让我们 对主 有甜美的 真赏 我们 就对主说 主啊 我爱你 因为这样 真好 因为主 他眷离我们 那林 父 子 都眷离我们 与我们 是一 然后我们 就对主说 主啊 我爱你 但我们 对主这样说 主就来 对付我们 来命令我们 不要做这 作难 我们 我们乃是 需要说 阿们 阿们 主啊 阿们 我对你说 阿们 有时候 我们说 阿们 我们乃是 含着泪 有些 是 主来 对付 他 倦宜我们 命令我们 不要做这 作难 为了在我们 身上 得以成全 为了结 我们 我们就 需要说 阿们 含着泪 说阿们 这阿们 乃是 他来 倦宁我们 有时候 两个弟兄的 经历 没有办法 来经过 但是 当主 倦宁我们 当主 倦宁我们 就对我们 说 我们要 对那个弟兄 说阿们 我们要 哈利路亚 我们对主说 虽然我们勉强 虽然我们 含着泪 我们却 需要到他 面前 说阿们 因为他是 弟兄 是神的 儿女 我们没有办法 有一些争吵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乃是 在基督的身体里 这样 他乃是 倦宁我们 他来建造 他来安排 住处 所以 弟兄姊妹们的问题 就得着解决 我们长大 被适应 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 对他说阿们的时候 他就坐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向他说阿们 我们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这就不是 我们外面 尽力享受 乃是完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实际地来彰显他 这乃是我们 对主的爱 经历 我们与神 彼此互助的 我们不是 组织 我们不是有任何的规条 这乃是 我们与神之间的调和 我们不是客观的 乃是 我们与主之间的爱 主 他来建立 我们与我们是一 这样就会使我们 被建造到神里面 神也建造到我们里面 就像这里说到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同他安排住处 所以今天 我们要这样的被建造起来 在第九 最后一点说到 父的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就是神成为肉体的阶段 第二阶段 就是基督与他的信徒 一同复活 建造成为照会的阶段 就是在第二大典 这八个终点所启示的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新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都在 神 我们正在信入他 向他圣服 与他示意 同他安排住处 建造成为他的居所 最终这个建造 就要终极完成 神成为信耶路撒冷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来分享 这一篇信息的后半部 就是第十一篇 在父的家里 活着那借着基督的死 与复活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感谢主 在这篇的信息里 前面 该尊弟兄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 一开始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个认识 认识什么是父的家 在基督教中间 他们对约翰十四章 对父的家 的理解 是在天上 有个宫殿 有天主耶稣回来 他要接我们 到父的家 就是在天上 这是错误的认识 这都完全是在宗教里的观念 我们要来看神的话 神的话 说到约翰十四章 父的家 主耶稣所说的 不是这物质的东西 什么是父的家呢 我们来看第二大点 我们来看第二大点 这边我们看见 父的家 就是一件三一神和信徒之间的事 三一神 他经过了过程 他成为肉体定十字架复活 然后信徒们呢 他们经过了救赎 并重生 所以 这一位三一神 将他自己 做到这些信徒里面 为要完全与他们调和 好把他们建造成为一个生机体 做他的居所和彰显 所以父的家 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的身体 在当时 约翰二章十六节 主耶稣就有提到一次父的家 然后又说到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将它建起来 父的家 神的殿 就是指着主的身体说的 到了约翰十四章二节 父的家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从这单独独一的基督 经过死并复活 从这单独的基督 扩大成了团体的基督 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在约翰十四章二节 主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这许多的住处是什么呢 就是许多的肢体 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这身体是一个 但却有许多肢体 这许多的肢体 就仍是一个身体 感谢主 所以父的家 我们知道它的意义了 但我们若是不知道它的意义 我们就不用再继续提下去了 所以第一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父的家 父的家怎么被建造起来呢 乃是借着主的去和他的来 主说他还必须要去 为着要他的来 主的去 乃是去预备这个住处 主的去乃是要完成这救赎 主要去钉死十字架 那主的来呢 乃是他在复活里的来 因为在他的复活里 他曾聊赐生命的灵 就是另一位宝会师 就是实际的灵 要带领门徒们到一切的实际里去 因此 主的去跟来 主的来 将神带到人里 主的去 将人带到神里 接着主的来 接着主的来 和去 他就建造了父的家 接着将神建造到人里 并且将人建造到神里 因此 弟兄姊妹们 父的家 在这里 就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建造 神住在人里 人住在神里 成为一个互相相互的住处 所以父的家有许多的住处 乃是指着这许多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父的家是什么呢 就是照会 那照会 乃是由这许多的肢体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就是父的家 我们要先认识这件事 接下来第二个要点 父的家分成三个时期 三个阶段 我们来看第九个终点 第二大点的第九终点 说到父的家分为三个阶段 神成为肉体的阶段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基督与他的信徒一同复活 建造成为照会的阶段 并且第三阶段就是终极完成的阶段 就是新耶路撒冷 借着主的成肉体 他成为了人 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 这就是父的家的第一阶段 在这之后 主经过死与复活 这单独的基督 独一的基督 扩大成为团体的基督 就是父的家的第二个阶段 最终终极完成 就是一个宇宙的大条河 就是新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 感谢赞美主 所以今天 如果问你 你是在哪个阶段呢 我们乃是在第二阶段 就是在基督与他信徒一同复活 一同建造成为照会的阶段 所以接下来第三大点 第四大点 我们就要看见这个第二阶段的事情 第三大点 父的家 照会是在父神里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 保罗写出信给帖撒罗尼加人 说到写信给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贴撒罗尼加人的照会 他说到在父神里 这里就是指着 照会 不仅仅是属神的 照会 还是在父神里的 在一中点所说到的父神 说到神就必须成为我们的父 我们需要与神有生命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叫谁是父 我们与他就有生命的关系 接下来第一第二小点 我们就看见父 这个字的意义 在新约里 父是指生命的源头 二小点 神这名称是指创造 父这名称是指生命的分次与凡真 感谢主 神不仅仅是创造主 主造了人 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第一层关系 就是他是创造主 我们是受造者 更进一步 我们由神而生 他成了我们的父 意思是我们与神之间 有生命的关系 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分次与凡真 第三小点 神不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也是我们的父 是生我们的那位 因为他已经用他的生命生了我们 这边你要划线 划起来 他已经用他的生命生了我们 约翰一章十二十三节 这是我们人人都很熟悉的一处经节 这里是说 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入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阿们 当我们相信主了 这里就说到 我们就从神而生了 这些人 乃是从神的生命而生 主 神是生命 他是那灵 我们人 有灵 我们信入主 他就重生了我们 他在我们的灵里 重生我们 重生了我们的灵 他就赐我们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不是义子 不是收养来的 我们是真实的从神而生 从那灵而生 从那灵生的救世灵 感谢主 四小点 我们能称神为我们的父 因为我们已经从神而生 如今我们是他的儿女 就与他有生命的关系 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 那今天他生了我们 用他的生命 重生我们 使我们与他有生命的关系 我们能够称呼神 为我们的父神 我们用父来称呼他 是有个相当甜美的关系 意思是我们重生了 我们重生得救了 一方面有外面神的话 来印证 说到信而受尽的 救必得救 那我们里面也有那灵 那灵与我们的灵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了 所以每次我们呼求阿爸父 我们里面就会有个甜美的感觉 这个甜美的感觉 乃是因着我们与他有生命的关系 因为我们从他而生 他是我们的父 感谢神 我们从主得重生了 五小点 主借着他释放生命的死 和分四生命的复活 以使我们与他成为一 他的父 如今也是我们的父 以过父 就是主耶稣的父 今天 他已经成了我们的父 在主定死复活以前 我们还不是神的儿女 但在主经过死 他的死 乃是个释放生命的死 他的复活 乃是分次神圣生命的复活 他复活 成了赐生命的灵 分次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接受他 做我们的生命 在约翰二十章十七节 我们可以看见 在主复活以前 他不曾称他的门徒为弟兄 所以多 他就是称呼 他的门徒们为好友 但是当他复活之后 约翰二十章十七节 他向玛利亚显现 他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他叫他的门徒们为弟兄 阿们 因为我们已经从父神而生 借着主耶稣的死 与分次生命的复活 我们就在主里面 并与他是一 接下来第六小点 主 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主耶稣把我们带进他自己里面 因着他在复里面 我们就借着他主耶稣里面 而在复里面 约翰十四章二十节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我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二终点 在复神里的照会 意思就是 在那独一的源头 发起者和其实者里面的照会 临前八章六节 在这里说到 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万物都本于他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父神 说到父 就是我们独一的源头 如同主耶稣 主被父拆来 他作为我们的榜样 他不从自己做什么 他不做自己的功 他不说自己的话 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 因此 我们的主耶稣 以父神 做他唯一的源头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 是相当紧要的 我们也要去经历这个 就是我们的父神 是我们独一的源头 常常我们在照会生活里 我们想要从自己 发起很多事情 但主实在是联名我们 叫我们能够看见 并且经历主 第一小点 认识神是父 就是认识一切都是由他发起 一切都是由他而出 罗马十一章三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借着他并归于他 因此我们要让主 作为发起一切的源头 二小点 在照会生活中 父应当是独一的源头 我们众人应当在他 独一的定制和计划里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主有个定制和计划 因着这定制和计划 我们得救了 不是本于我们的行为 乃是因着神的怜悯 或者要完成他的定制 好叫我们能够被磨成 与他的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 所以他呼召我们 他也称我们为义 他称我们为义 也叫我们得荣耀 好叫我们被磨成 神长子的形象 接下来 第四大点 第四大点 说我们需要看见 活在照会 这父的家里 内在的意义 在第四大点这里 就是在说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第一大点 我们要进到父的家 我们就是要借着信 借着信 里面的信 我们就能够被带到神里 与神成为一 与神有一个亲密 生机的连结 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家 那接下来 你在神的家之后 第四大点 你就要看见 在这家的内在意义 你要怎么样 在照会生活中 过生活 你得救之后 我们就被带到父的家 好多人因此而喜乐 当他来到会所的时候 他就看见有标语贴着 说到欢迎回到神的家 阿们 这是我们实在 应该喜乐的事 那你在照会生活里 是神的家 是实际 是里面的内在意义 不仅仅是 你在外面有照会生活 不仅仅是 你跟弟兄姊妹们 有个正常的聚会 这样还不够 你还要知道 你该怎么在神的家中 生活行动 你要认识这里的内在意义 所以这篇信息 就帮我们总结了 十个要点 这十个要点 能够分成三个部分 一到五终点 是说到三一神的琐事 今天我们活在照会生活中 这父的家里 我们就要在神的琐事里 生活行动 六到八终点 这是第二组 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 该怎样行 有什么样的实行 最终九十 这是第三个部分 作为总结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到五终点 这我们看见 今天 我们活在 照会这父的家里 在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来经历 享受的 第一点 非常重要 就是 是生命的事 第一终点 活在照会这父的家里 乃是活在那 是生命的三一神里 感谢主 我们的神是生命 子是生命 那灵是生命 因此 我们在照会 在这父的家里 我们的活 乃是活在这里 追求生命 这乃是神圣的生命 被分次到我们里面 需要长大 甚至 要达到成熟 所以我们在照会生活里 我们所应当追求的 我们的目标 乃是要来追求生命 我们不是在这里 追求物质 我们不是来追求 外面的荣耀 我们不是来追求 外面的地位 今天 我们所当追求的 乃是生命 乃是要来经历生命 并且享受 三一神 做我们的生命 第二终点 说到 我们要活在光中 我们来享受神 享受这神圣的生命 这生命 乃是要带我们进到交通里 当我们与主有交通 圣经说到 神是光 我们就在光里 约翰八章十二节 主耶稣对我们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绝不在黑暗里行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然后 我们还要享受主 作为复活 接下来 第四 我们要活在恩典和实际里 一章十四节 化成了肉体 之大帐幕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的 有恩典 有实际 五 我们要活在神圣的荣耀里 我们要活在三一神的琐事里 接下来 第六点 到第八点 今天在我们的照会生活里 我们乃是在父的家中 在这父的家 乃是祷告和敬拜的殿 父的家乃是牧养的家 父的家必须要被建造 所以 我们活在照会生活中 我们在父的家中 我们乃是要 时常在这家中祷告 并且 也要有牧养的实际 我们要牧养 喂养我们的圣徒 我们的主 祂不仅仅是 有地上的执事 祂还有祂在天上的执事 在祂天上的执事里 祂将牧养的工作交托了给我们 我们就要出去牧养神的养 我们要照着神牧养 因此 牧养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们乃是要做牧养的工作 我们还要有建造的生活 若是有人说 他活在照会生活中 但是他没有份于这个建造 他不跟别的圣徒一起建造 不与其他圣徒一同交通 不曾喂养牧养圣徒 这样就没有建造的实际 我们要有份于照会的建造 特别是 在生严就能够建造造会 我们要学习生严建造造会 学习分享主话 学习如何来建造 最后 第九第十终点 第九点说到 我们要活在 终极完成之灵的神圣奥秘范围里 为着保守一 在约翰十七章 在主耶稣跟门徒们交代了之后 他就在继续跟父神祷告 为着信徒们能够被成全成为一 在这里的一 乃是在终极完成之灵里 我们若是在灵里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 我们不在那灵就不能成为一 所以我们要活在 终极完成之灵的神圣奥秘范围里 为着保守一 这个一就是建造 我们被建造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 第十 活在造会这父的家里 乃是活在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 与蒙救主并重生之 三部分信徒 神人二信的合并礼 感谢主 这篇的信息 给了我们这样的实行 让我们知道 在父神的家中 该如何生活 这十个终点 一方面 就叫我们听完了这篇信息 我们就要去查验我们自己 这十个点 我们还缺少什么 我们要带到主面前 祷告并且追求 我们若是还有哪里 有缺陷 求主怜悯 叫我们自己 再一次的奉献给主 好叫我们 不仅仅是活在造会中 还能够活在 父的家的实际里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们 愿你们喜乐 我们来到 第十篇的信息 第一大点跟第二终点 在这里说到 在父的家 活在那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 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在这篇信息中 我们特别的提到 约翰十四章的一到三节 在这里说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 你们当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世为你们预备地方 在这里说到 父的家 约翰十四章 说到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 就是主与神同等 若是谁信神 他就当信入我 就是主耶稣 感谢赞美主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到信的事情 在这里 你信神 跟你信入神 是不同的 我们都信主了 都受尽信入主了 但是 你的信心 可能是在外面的 但这里 说到信入神 是一件内里的事 你的信 乃是你里面 你将你自己 带到神 带到神里面 带到神里面 主说 你们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 这是一个在内里的信 就带领我们进入主来信主 这就是第一节 所说到的 第二节 说到 第二大点 就是 父的家 乃是三一神 借着成为肉体 定时自家 复活 将他自己 做到信徒里面 为要完全 与他们调和 好把 他们建造成为 一个生机体 做他的居所 和彰显 阿们 在父的家 也是指着 神在地上的居所 神的定职 要得着一群人 不仅仅是要 作为他的彰显 神也需要 在地上有个居所 弟兄姊妹们 这位神 他盼望在地上 得着一个居所 他的居所 就是神的殿 我们每一位 都要成为 他在地上的居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灵前 三章十六节 说到 岂不知 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面吗 一方面 灵前 十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做肢体 这边就要回答 在第二大点的问题 说到 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这许多的住处 不是说真的是在谁的家 或者是在基督教中间所说的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要到天堂 有许多的住处 为着我们 这里所说的许多住处 就是我们各位肢体 在基督的身体 我们这许多的肢体 就是神的殿 神的家 神要在我们的灵里 得着这样的居所 你这许多的居所 许多的肢体 合而为一 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你每一个肢体 都是神的居所 要合为一 这就是基督的身体 他还说到 这许多的住处都预备好了 并且他也完成了他的救赎 主的去他定十字架 主的回来 就是他的复活 成了次生命的灵 所以主的救赎 就在这里预备 叫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主经过定死复活 好叫我们都能够预备好 成为他在地上的家居所 鼓励弟兄姊妹们一同 来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 我们都是各个肢体 都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并且要建造成为基督 在地上的身体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我们来到第十一篇 是说到在父的家里 父的家被记载在约翰十四章 特别是在前三节 是许多基督徒们都误解了的三处经节 常常我们去安息聚会 在牧师 他就会说 这个人在地上经过了许多苦难 那当他去了的时候 到天堂 父神就为他预备一个住处 可能是个公寓 或者是个大房子 路上有津津的街道 这是他们错误的认识圣经 所以我们都要被帮助 能够脱离这样的思想 我们要有神圣的启示 我们要用圣经节来解释圣经节 约翰十四章一到二节 说到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 你们当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今天当我们说到父的家 在圣经里 特别是在约翰福音 有说到两处 第一处是在约翰二章十六节 第二处是在十四章二节 在约翰二章十六节 主说不要将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场所 二章十九节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将它建造起来 二十一节 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 所以我们提到父的家 就是提到神的殿 或者是在旧约里面说到神的居所 在新约呢 有两个意义 第一就是耶稣的身体 第二就是说到基督的身体 就是主的身体的扩大 今天父的家 不是说在天堂 我们死了之后要上天堂 他乃是指着赵会做基督的身体 在提前三章十五节说到 赵会就是活神的家 活神的赵会 三章十六节就说到 你们都是神的殿 这就是说到我们众人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是神的殿 约翰十四章二节说到 在父的家有许多住处 这里的许多住处 就是指着在基督身体上的许多众肢体们 在罗马十二章五节说到 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 在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 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所以这许多的住处就是你和我 今天三一神已经分次到我们里面 已经到我们里面了 我们就是主他在身体的居所 今天主他需要建造他的身体 这条路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信入主 在十四章一节说到 要信入神也要信入我 我们不仅仅是要信 信是在外面客观的 但是信入是主观的 这就是约翰十五章的枝子连于葡萄树 今天我们相信主 与主是依享受主 他就将自己分次给我们 更进一步 还有一个点 他将身体建造起来 乃是在约翰十四章三节 他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再来接你们到那里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主将他自己分次给我们 那我们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 我们有许多的拦阻 叫他不能够住 我们有肉体 有己 有天然 有很多东西 有罪 有许多的行为 所以主需要经过过程 就是死 就是死与复活 主 他去跟来 他的去 乃是 他去定时自驾 他的去 不是说他去天堂 乃是他去 定时自驾 来完成救赎 来开一条路 使我们能够站在这里 来去除这许多的拦阻 他定死肉体 他的死包罗万有 当他死了之后 他复活 他复活 成了赐生命的灵 好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 今天 我们 借着他的死与复活 使我们能够有地位 站在神面前 所以我们要向主敞开 接受主 这条路就是在约翰14章23节 他说 人若爱我 我就要到他那里去 同他安排住处 今天主需要来建造我们 我们要向他敞开 接受他 接受这一位三一神 到我们里面 Amen